若是要欣賞 生有樂器的音樂歌 通常都要去投資 真聽得到 有三位來自中國的音樂歌 則是用行動來打破這個觀念 現在和七段兄 俱人各社的基盤好方音樂歌 帶來更欣數字和長字的表現 還有精神安排他到台灣民謠為主題的樂曲 無論是老歌還是小孩 如果有些個小的活動和感受下苦的長輩 是聽到這麼一位喔 一鍵台灣民謠讓坐在台下的長輩聽到哪裡想 伊生有樂器演奏出來的競爭老歌 讓在平昌的中間 第一次有這種機會 聽到一張超級的音樂歌 好聽喔 真好聽喔 哈尼有很多機會 對啦 機會喔 對 機會啦 對 機會啦 對 機會很容易 對啦 現在比較有啦 所以已經不會有機會啦 對 不要說實際的人 突然小孩也哈尼有機會 可以在在台下欣賞到他們的花 尤其由人家秀於發展國外圍 當這家有機會跟生有音樂 勤苦力吃上 他也感覺非常開心 我就覺得很新鮮 然後以前都沒看過那種真的樂器 然後今天聽完覺得那種聲音非常好聽 有些是在電視上會聽到的 可是這次是近距離看的 所以讓我覺得非常的棒 音樂家在我們面前演出 而且還不用買票耶 然後可以聽到的好聽的音樂 然後大家就是都有一個很新鮮的一次經驗 台灣民謠可以用西亞的樂器演奏出來 就是有一種很酷的感覺 很酷 為什麼很酷 因為就是感覺宇宙不同 想說可以用鋼琴三重奏 然後有獨奏還有二重奏 還有四重聯台的方式呢 為這邊的就是這邊的人 然後帶來很多不同形式的 台灣民謠的演出 大家點點的一個欣賞音樂 一個人都在打破啊 一個人都在唱 一個人都在唱 學長你哈欣 非常感謝三位來做中華的音樂家 帶來這麼精彩的音樂家 而其他未來有機會 更在透過音樂 帶大家關於世界 像國樂、西樂 反正我們所認識的、遇到的 都希望能夠把這樣的美好的音樂 帶到校園來 讓師生、讓家長、讓阿光馬克 一起來欣賞 無論是經典老歌 或是筋仔歌 這都是我們基地中十四的樂曲 運動的孫 漸漸變成是恆大調流 不然後一次這麼好聽的歌曲 都可能出現在另外的生活邊 記一台音樂從不到 王